那位宇宙霸主波罗斯复活了 很多粉丝在脑海中想象的场景就这样在最新一画出现了 但是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波罗斯 还是说只是跟波罗斯长得很像的一个男人仅此而已呢 还有下面这位头长得跟狮子一样的人物 好像跟进化之家实力排行第二的狮王有些相似 你就能叫他狮王吗 还有这位女性某些部位跟吹雪有的一拼 你就能叫他吹雪吗 很显然不是的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针对209话诸多的细节来讨论讨论 我示意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 首先是猪神 我们现在看到的非常肥胖的猪神躺在水里 但是并不是猪神一个人在这里 还记得猪神上一个场景出现在哪里吗 当恶狼劈死了无公仙人 无公仙人巨大的尸体倒下 再加上其余认真一拳打散海洋水 这两股冲击马上就要吞噬掉 吹雪背心尊者 还有背心尊者背着的基本所有的受伤的S级英雄 还有其他受伤的人都在这里 King抱着龙卷也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猪神并不是一个人 猪神的肚子里还有很多的人 猪神把人吞入腹中 然后救人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猪神吃下东西能瞬间消化 也能放在一个地方存储起来 相当于救人 也能迅速的给自己补充能量 像是吃下了牙龈的尸体 瘦小的猪神的身躯直接变得肥胖不已 猪神的身上还有很多的谜团 还有一个细节 现在猪神已经穿上了外套 外套明明前几话已经给甜心假面当裤子了 应该是村田画错了 说完猪神这个神秘的S级英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爆破这边一词原空间的存在了 从前几话的内容 就是这张图片上 我们可以得知爆破的队友至少有八个 因为这上面有八个黑影 还有几个明显看出来是光头 其余也没有头发 引人深思 首先我们来看看露脸的三个爆破的队友 从外貌上来看 这个女人像吹雪 这个男人像波罗斯 最后这个男人像狮王 这都是一拳超人重制版中人气比较高的角色 这肯定是村田有意为之 村田的意思就是让你看着像 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这个男人是波罗斯吗 大家都提出了很多的猜测 余因认为无非就三种情况 第一种 波罗斯本人复活了 这个人就是波罗斯 第二种 波罗斯同族的人员被爆破找到 然后邀请他一起对敌神明 第三种就是平行宇宙 其他宇宙的波罗斯 首先从外貌来看 这两者都非常的相似 耳朵这边还挂着相同的挂件 之前都在暗示 这个男人跟波罗斯有着一定的联系 得知地球开始膨胀的时候 库斯波罗斯的男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哦吼 这是什么人干的 显得有些调侃的语气 并不是特别在意地球那边 只是有些好奇 如果是真正的波罗斯 已经知道了其余的存在 而且自己还被其余打败了 肯定不会用这么调侃的语气 其余是他无法战胜的对手 而这个人就在地球 如果是真正的波罗斯复活 波罗斯应该对地球充满了敬畏 所以这个男人很有可能不是波罗斯 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平行世界了 是平行世界的波罗斯 爆破所在的空间 直接了当地说明了是一次元的空间 而且这些人都跟地球的某些人有些相似 那么这些人就是其他宇宙 或者平行世界的波罗斯 吹雪或者狮王等人 同族的问题我们也说一下 如果这个男人是波罗斯同族的话 那么这些酷似吹雪 以及狮王的人又解释不了了 你总不能解释成 吹雪的同族跟狮王的同族吧 特别是这个狮子头的男人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认为地球上有人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现在光光有着损伤地球实力的人就有 怪人王大蛇 进化后的赛克斯 奇遇 恶狼 波罗斯等等 都能造成异常的地球波动 所以爆破的这些队友 基本不是来自地球的 他们根本不了解地球的真实情况 可能仅仅是通过爆破的描述 爆破又很久没有待在地球了 对地球近期发生的战斗 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如果真的存在平行宇宙 那么平行宇宙中存在着奇遇吗 平行宇宙中的奇遇 跟这个宇宙中的奇遇 实力一样吗 就算有爆破也不知道奇遇的存在 因为爆破第一次见到奇遇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 平行宇宙的吹雪 波罗斯失亡 那么平行宇宙存在着奇遇 也并不是不可能 爆破队友实力 无庸置疑 看到地球不断膨胀 这种情况也非常的淡定 而是优先处理眼前的危机 可见眼前这个 即将就要突破次元壁的家伙 有多么的强大 这个家伙不出意外 就是神明了 包括前期的战斗 包括现在恶狼跟奇遇的战斗 月球仿佛是神明的眼睛一样 一直在看着 先前也提及了 爆破战斗的对象就是神明一族 根据现有的剧情来看 爆破跟他的队友 能阻止神明突破次元壁的概率 非常的小 神明肯定会出现 那个时候 也就对应了本化的标题 与神作对的禁忌之拳 也只有神明自己出现 亲自来解决 最后一个 我们再来说说残酷龙的问题 当恶狼的最强攻击 影响到地表的时候 在海洋生出的地表 封印残酷龙的石像出现了 这个残酷龙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有着毁灭世界的力量 跟神明又有着什么关系 残酷龙又为什么会复活 复活残酷龙 跟阻止残酷龙的组织 又是什么组织 这些我们是不是能在原作中找到答案呢 很多小伙伴对残酷龙这个剧情 非常的感兴趣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原作中残酷龙出现的场景 有些小伙伴可能看过了 可以温故而知心 接下来残酷龙的剧情开始 画面来到了奇遇 奇遇还在回去了路上 回去的时候 撞见了一名怪人 你们这群家伙竟敢妨碍我 龙血之力的鳞片 赐予我力量吗 怪人被奇遇一拳打飞 此时很多穿着铠甲的士兵非常的惊讶 龙猛九斗士执意居然被打败了 难以置信 谢谢你 请务必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叫奇遇 多亏你出手相助 封印的石头才没有被拿走 太棒了 因为奇遇的活跃 让我们守住了残酷龙的封印 你的英雄伟业 一定会在历史中流芳百世的 这也太夸张了吧 也不是非要流传才行 我只是看到有人抢劫 所以顺带就过来看看情况 请您别这么说 奇遇大人 您可是拯救了世界 虽然正是机密的任务 但是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必须告诉您 过去曾经有一只巨龙 作为破坏的化身 降落在这片大地上 它在短短的几天内 就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让所有的土地化作焦土 作风太过残忍 因此人们称它为残酷龙 古代战士们集结后 牺牲了无数的同胞 终于使得残酷龙弱化 封印师用九颗石头 封散了龙之气 并封印在了各地的祠堂中 我等战士继承了他们的任务 代代监视残酷龙 同时 名为死亡之谷的组织 认为自己是龙族的血脉 并且企图复活封印的残酷龙 围绕着残酷龙的封印 两个组织对立了八百年 最近怪人事件频发 我们依旧严格管理着封印师 但是在我们准备换场地的时候 移动封印师的途中被钻了空子 紧急关头 您出现救了我们 我们现在非常的激动 此时一名死亡之谷的成员被控制了 可恶 居然打败了九斗士之一兰格尔大人 但是总有一天 我们一定会夺走所有的封印师 那个时候残酷龙就会复活 那便是人类的终结之日 你们所守护的一切都会消失 等着瞧吧 死亡之谷万岁 其余拿着一盆水泼了过去 总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谁知道 可能是十年后 也可能是一百年后 残酷龙大人也静静等待着封印的减落 即便是死亡之谷全灭了 也会有继承我们意志的人出现 并且复活残酷龙 其余又是一盆水泼了过去 死亡之谷的成员很是疑惑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反正都是要复活 那不如现在就让那个残酷龙复活吧 比起一直封印着 还不如早点复活 然后彻底打败他就行了 这样的话将来也更加的安心 复活跟消灭 我都会帮助你们的 死亡之谷的人解释着 封印的祠堂必须按照顺序来 剩下还有八处 两个组织在各地的干部都处于戒备状态 如果第三者闯入的话 一定会引起混乱 集齐九个以后进行召唤仪式 就能唤醒残酷龙 怎么这么麻烦 你先给我带路吧 其余抱着死亡之谷的人跑了 准备去复活残酷龙 拿走了士兵这边的封印石 士兵非常的惊恐追了上去 但是士兵怎么可能追得上其余呢 这是第三个了吧 加油 一天之内搞定 不好了封印石被抢走了 这是死亡之谷刑的干部吗 其余飞快地收集这些封印石 很快呀 九个封印石集齐了 好了 已经集齐了 我回家的时候 想顺路去一下还没有关门的超市 所以你搞的什么仪式尽量快一点 复活吧 残酷龙 凶恶的残酷龙复活 终于让我等到了 这积攒的恨 就用全人类的生命来填补吧 残酷龙的外形非常的恐怖 让人不寒而栗 毁灭激光 直接朝着奇余发射 奇余一拳 残酷龙化为灰烬 解决残酷龙以后 奇余赶忙去超市 还好超市并没有关门 杰诺斯也来买菜 遇到了奇余 此时的杰诺斯已经破烂不堪 手臂也断了一只 杰诺斯 你也来买特价菜吗 怎么了 又被怪人打了吗 是的 奇余老师 虽然我打赢了 但是面对较强的轨迹 我还是没有办法无伤 老师 您最近有空吗 和我切磋一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适合 事实上 库塞诺博士说 他对奇余老师的身体能力 非常的感兴趣 想要测试一下老师的数据 就是改造你的那个博士吗 下次我看看什么时候吧 正当奇余跟杰诺斯交谈着 今天都买了什么特价菜的时候 甜心假面出现了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一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